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21年度致股东信宣布不再担任董事长和拼多多管理职位 经董事会批准后 董事长职位交棒给现任CEO陈磊 此外 黄征的一比十的超级投票权也将失效 名下股份的投票权将委托拼多多董事会 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决策 同时 黄征承诺 个人名下的股票在未来三年内继续锁定不出售 黄征在拼多多高速发展阶段卸任董事长一职的操作 像素级copy他的精神偶像段永平 后者在四十岁的时候选择急流永退 退出步不高的日常管理 举家搬到美国 中国企业家里贪恋牌桌不愿离场的很多 段永平不是 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选择的牌桌不一样 因为对妻子的承诺 段永平拥抱家庭搬去美国 这种放弃并没有令他的人生有所缩减 反让他成为一名价值投资人 将军从来不会只有一处战场 黄征辞任拼多多董事长后 将专注于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 他说 为十年后的拼多多探索高速高质量纵身发展的新空间 一篇黄征复制了段永平的文章 讲述了段永平信人所以大成的经营哲学 如今亦可再读 40岁的黄征选择卸任拼多多CEO职务 远离公司一线业务 思考未来的长期规划 他的人生导师段永平也是在40岁这一年 退出了步不高日常经营管理 举家定居美国 每年只回过几次参加公司董事会 几乎相似的人生节奏 背后是两位长期主义者对价值的思考 他们关注资本的积累 也关注分配 在他们的思维里 金钱公司等资本要素都不如人来得更有价值 段永平不在江湖 但江湖上一直有他的传闻 因为他成就了多位优秀的企业家 他建议丁磊做游戏 成就了网易近20年的繁荣 他将步步高一分为三 有了如今的OPPO和Vivo 他发掘黄征并一路指点历练 后来硬生生在巨头割据的电商市场 用五年时间跑出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 段永平不在江湖 外界却一直关注他的神话 因为他的价值观 在不同的企业家身上得到贯彻 段永平柔和了松下兴之柱 和巴菲特的经营理念和投资方法 如今黄征又复制了段永平 最近拼多多突然搞出两个大新闻 一是黄征宣布卸任CEO 由原CTO陈磊接任 二是黄征出让部分股权 用于合伙人建设和慈善事业 他的控股比例 由43.3%降到29.4% 一家成立五年 即成长为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 且市值已经破千亿美元的电商企业 掌舵人突然宣布退出一线业务 关注长期发展 不免令外界惊诧 拼多多的任命也很特别 作为强调流量的电商企业 他的新任CEO却是科技出身的CTO 而非通常情况下 被认为更擅长营销和流量的高管 比如接替了刘强东的徐蕾 就以擅长营销跟统筹铸成 另一方面 黄征宣布要完善合伙人制度 华出其个人名下 3.7亿股拼多多普通股 用来完善合伙人集体 黄征说 我希望通过这次调整 管理层可以逐步把更多的管理工作和责任 交给更年轻的同事 让团队加速成长 让拼多多成为一个更好 更强的 持续充满创业活力的公司 这个想法跟他两年前的思考 几乎背道而驰 拼多多上市第二天 召开全体员工会 现场有员工问 上市之后有期权吗 黄征说没有 决绝的回答 同当时欢庆的气氛并不相依 企业的核心并不应该只有一把手 我们提到阿里巴巴会想到马云 但并不仅限于马云 也包括张勇 景贤栋 彭雷等阿里巴巴合伙人 提到腾讯 我们会想到马化腾 刘志平 张小龙 任宇新等等 拼多多跑出了中国商业史上独一无二的速度 快到在资本介入社交电商赛道之前 就已经跑出了规模 但是提到拼多多 除了黄征 你还能想到谁 一家企业长期发展 一定要培养人才梯队 显然 拼多多需要除黄征之外 另具辨识度的名片 何况 黄征这张名片 本身个性也不够强烈 这位创业者低调神秘 不喜站在人前 就像他的导师段永平一样 段永平因为持有网易股票 超过50倍的收入 一战风神 被封为中国的股神 但据他自己说 购入网易股票时 会很刻意规避5%的限额 因为按照SEC的规定 持股超过5%需要申报 段永平不希望被外界关注到 他会选择将持有的网易股票 捐给家族基金 或是卖掉一部分股票 达到不需要向SEC申报的持股比例 此番 黄征拿出个人名下10.11%的股票 用于了慈善和合伙人计划 被外界解读为 不愿意当中国的第二富豪 这种做法也很黄征 他曾说过 自己如果不是拼多多的CEO 根本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我只想要付一次 这是段永平 这是段永平用62万美金 成功竞拍巴菲特午餐之后 获得的秘籍 当时黄征也在现场 如果将时间的长度锁定为一升 就会知道 只付一次是多难达到的目标 慢慢人生路程中的任何一个失误 都会将现有积累起来的基业 全数打翻重新来过 巴菲特讲 投资成功99次 一次投资失败 会将一切收益归零 段永平将这份理念拓展为 发现错了马上改 不管多大的代价 都是最小的代价 他将及时止损的逻辑 发挥到极致 段永平从这个逻辑 说明他当初为何离开小霸王 创办步步高 他说如果你感觉到五年以后 这项业务是没有未来 那么现在结束是付出代价最小的时候 而这些原则的底层逻辑是段永平的价值哲学 他将此定义为本分 段永平是将经营之神松下兴之柱和投资之神巴菲特的理念合二为一的人 他借鉴松下兴之柱的管理经验素质 这个词汇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 不受任何事物束缚 能够做出正确判断 创造出了本分的概念 段永平说本分就是回到事物的本源 就是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对 他说很多人经常做一些明知是错的事情 是因为抵挡不了短期利益的诱惑 黄征将本分也作为拼多多的价值观 他将拼多多的本分解释为专注于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任命陈磊为公司的CEO 很符合他对本分的看法 拼多多代表的电商匹配场景里 货找人及AI智能推荐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而陈磊研究分布式AI 被视为将提高消费者与商品的匹配效率 实现货找人的AI电商应用场景 黄征的本分还体现于拼多多上市后 他曾宣布拼多多的高管所持股份锁定三年不能卖 每一位长期价值者都会关注巴菲特 黄征称赞巴菲特是一位极具天赋的 能把资本的游戏玩到极致的资本家 更是一位可爱的人 他清楚地知道钱不是目的 他一方面享受着资本游戏带给他的快乐 另一方面有智慧地把绝大多数钱 捐给了比他年轻的比尔盖茨 放心地让盖茨去完成财富应有的再分配 黄征关注财富积累也关心分配 拼多多是他关注财务分配的一次实验 如果将用户不确定的需求确定化 他将创造新的需求 他可以成为用户同企业谈判的筹码 拼多多以拼的形式汇总用户需求去获取低价 同样黄征个人也像他的导师段永平一样 走在资本先积累再分配的道路 起初他用钱解决自由 通过在姑姑的工作经历 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财务自由 拼多多上市后一路高涨的市值 让这份自由更具财富价值 现在他要实现对钱的自由 在拼多多内部的告知信中 他宣布划出个人名下10.11%的拼多多股份 用于慈善和拼多多的合伙人建设 黄征说钱是工具不是目的 段永平说钱很麻烦 他们都将自己积累的资本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段永平捐助了浙江大学的图书馆 并宣布主可真基金会的每一元慈善支出 他将同比例配相关资金 黄征选择成立繁星慈善基金 推动社会责任建设和科学研究 在他们眼中钱只是一串数字 他们终究要用公益慈善 去实现对资本的自由 钱和自由希望你都有 我在北京祝您晚安 明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给你 如果您先评论过去 行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